真的有人可以一直把眼睛瞪那么大吗? 你注意看这位小女孩的眼神 是不是感觉很有穿透力啊? 但其实呢,他们正在练一种舞蹈 一种来自巴厘岛的传统舞蹈 名字叫做康东武 舞者们需要通过手指、手、头部、肢体动作 还有眼神等等来表达舞剧中的故事 其中最为特别还有最为特色的 就是这次舞蹈的眼神部分 事实上呢,康东武被认为 是一种比较基础 还有比较容易上手的巴厘岛舞蹈 因此呢,这种舞蹈也被许多的孩子学习 而舞蹈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宫廷仆人 她既是奉国王,又敬畏着国王的权利 同时也敬畏国王女儿的美丽 角色的心情变化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呢,就必须要通过眼神 去把角色的情感 还有心理活动完美的演绎出来 除此之外呢,在上台表演的时候 除了要穿搭活力的服饰之外 为了更加突出眼神的变化 舞者们还需要在眼部的周围 获胜一个很重的眼妆 还有通过手部的动作去配合 让观众们的聚焦点不知不觉中 要留意上舞者们的眼神变化 而康东舞的起源 最早可以聚取到19世纪中叶